动筋针治疗内脏疾病的原理 关于筋膜的讨论 一个方面的这个原理 调形 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调气 也包括呢 也是用动筋针 包括在前聚集的一些松解 主要是激发了肝胆经的这个功能 调节了肝胆经之气 那么肝胆呢 咱们他这个刚才提到的 肝腔疲弱呀 肝木磕疲土啊 所以呢 从这个疏通肝胆经气角度 来呢改善了脾胃的功能 其实中医呢 对这个溃养性结肠炎呢 应该是病胃呢 折肢在脾啊 脾还是比较重要 你看这个急性的这个腹泻 中医呢 折肢也长 慢性腹泻 像他们的六年 都是折肢于脾 就是病胃在脾 脾虚的人啊 腹泻 那你说你吃东西不干净了 你这个胃肠道这个感染炎症的啊 它也是造成腐蟹 这是急性的啊 胃肠炎啊 肠胃炎 不肠炎 它这个溃养性结肠炎呢 它是一种非特性慢性的 所以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可以从脾来论之 那排不出肝 那么调气的角度啊 从内脏角度 就是从肝脾来说 所以呢 我觉得刚才呢 这个问题呢 我讲的还是比较比较透彻 这个我再概括一下 主要成功这么两个方面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咱们冬金针 在治疗内脏疾病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牵拉它的脏层筋膜 对内脏的功能产生了一个影响 嗯 我觉得呢 你这个观点非常好 这个呢 和我们的理念呢 它是一致的 不管是脏层的筋膜 因为筋膜呢 它是相通的 包括激筋膜 包括长细膜 包括网膜 大网膜 包括腹膜 其实呢 这些膜都是相通的 就是人体呢 昨天我们还讨论这个事 在加拿大 昨天我不知道您参加没有 我参加了 昨天我不谈到筋膜吗 其实呢 筋膜它都是相通的 而人体这个膜结构 你看 你这个肌肉有肌肉膜 肌素膜 肌显微膜 内脏膜 心肝脾肺肾都有膜 心有心胞吗 胃有胃膜 肝有肝膜 连细胞都有膜 是吧 细胞膜 所以呢 这膜呢 它都是相通的 它相通的呢 它就是它的信息 它是相通的 另外它这个能量是相通的 就是说 我们虽然说的 做了腹部 比如说你这个 自身体的腹部四合板 你松解的呢 你松解的呢 可能是肌筋膜 但是呢 你下面的腹膜 大网膜 包括长细膜 也包括内脏的膜 它也得到了一些松解和改善 我昨天举那个例子 一个杀筋 你给它揉成一个团 那你不得给它拉开吗 一抖了抖了望 是不是 其实呢 咱们这个调形力 观点 包括所有筋膜 另外呢 还有一个运动是核心 拔点 早点是基础 针刺是关键 运动是核心 通过运动 你是针在里面 待针运动 待针运动的过程 就可以呢 把这个力 从G筋膜 传导到内脏 你看有一本书 叫内脏筋膜嘛 就是通过按摩 这是意大利人编的一本书 后来观铃 他们给翻译成中文了 我觉得那本书呢 那个书叫啥名了 反正就是说 通过手法 来解决呢 它内脏的问题 就是因为通过调节 这个筋膜 根据筋膜理论 生效 所以这个呢 也符合咱们中医的 有其外 有其内必现于之外 就是内外是相同 你看经络 内连丈夫 外落之解 四肢百害 无所不通 所以呢 你在学位上 三百六十一个学位 你扎哪个学位 它都可以传到不同的内脏 这个道理呢 是相同的 当然说法是不一样的 中医说呢 是精气 那西医说呢 是筋膜传导 筋膜传导 其实有个条件 我的感觉啊 这是我个人观点 你通过运动 通过你这个 针刺的部位的激发 你在带人运动 你这个力 就传导到相应的筋膜 甚至内脏筋膜 甚至脑膜 都可能得到一些改善和刺激 应该这么理解 你的问题非常好 谢谢你这个 也是看起来呢 你也是比较 这个方向 有很多专业 希望也多多互动 分享 也希望参加我们 这个进一步的 这个学习活动